衛副部長陳時中南下高雄 接受前總統陳隨扁的廣播訪問 進去錄音室之前 接受媒體聯訪 被問到關於中研院前研究助理 確診染疫 感染源 釐清的狀況 他說應該就是研究室內的傳染 會持續請中研院來做調查 基本上我們現在是判定在實驗室 的一個污染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至於裡面 未來怎麼樣再來做改善 那可能我們會督到中央研究院 把這事情做好 那希望他們內部現在開始 再做相關的一些檢討 檢討的部分有懲處嗎 那當然要看檢討的結果嘛 調理 而陳時中也被問到 Omicron在臺灣的出現 接下來的跨年跟農曆年節 是不是要提升警戒呢 他表示說目前沒有這樣的考量 因為這是世界必然的趨勢 但是目前臺灣的狀況還算不錯 會持續的密切觀察 那麼陳部長是一早到高雄的廣播電臺 接受前總統陳水扁的訪問 談成長防疫 還有推動健保制度改革的這些過程 兩人早就有淵源 見面聊天也必感情切